大家好,我是隊友,今天劇名的全荒靈兒,風雲再起二零七版的時光就說,這次還是有戰天城對著修正拳 來看中風,三問,開場戰天城選出了比較猥瑟的陣緣斋,把他壓回角落對手一個影子閃,麥卓開啟一個反壓之勢,也不料對手再遭招 看麥卓最死亡之爪三次陣緣斋可能後續還會進行一個CD,操作進攻周段,把這個優勢搬回來,不料,大招居然空了 麥卓肯定是一個影子閃過身,然後給一套死亡之爪連技,親手再接一個則,隱藏,哇 隱藏直接噴住因為是一個裸大,所以說要還他一下,接著來看第二局 第二局看雙方有沒有爆炸式的操作呀,先來看安迪這場 嘿,跳起來CD,中腿中段,進腿下板點他一下,看麥卓後續再怎麼辦 一轉回弓,朱博牽制,前跳下搞一個C,摘印拳走,一點血刀出,聽腿點一下板開BC,結束了 直接被廢,他們繼續來看下一場 下一場,看肖真拳的切甲射 唉,首先後跳,這個切甲射可不得了啊,特別是他那招炮拳 和這個安迪對比的話,安迪的連招顯得就更加猛烈了,一套中段接BC,中段又連上一套,凹上一套 唉,但是這個還是很划算的,上天之後給一個必殺,一套帶走,沒誰了 連起來就停不下來啊,這個招數 接著看下一局啊 下一局消失拳看能不能扳回一分,感覺這兩局被打的都有點懵啊 下面來看他的板氣梁 呃,直接中段破防,開BC 板邊勝龍取消 還沒勝龍砍到時候再次取消 最後給一發龍虎亂武應該就結束了 他的連招也是比較變態 讓我們直接進入到下一局 下一局看戰天成他最後一個角色,怎麼玩啊 來看他的庫拉出場 欸,庫拉後退要轉腿 板氣梁也是想打一個反身位 然後看庫拉後續該怎麼辦 輕腿輕腿輕腿連續點輕腿,輕腳偷一個下盤 板氣梁則是一路狂奔,進攻,進攻 欸,轉腿取消,開BC 板氣梁現在繼續向前衝刺 欸,不料被偷下盤 這是雙方最後一個角色唷 可能要進行一個,終極之戰了 12-0之後後跳片隊出招,板氣梁也並沒有凹上一招 欸,都有半血狀態 來看誰能抓到一個隱藏的機會 板氣梁開始向前衝刺了 發揮來他最後一波激情 進攻中斷砍刀手破防 輕腿下巴沒有點到 欸,中腿再搞一下 好機會 哇,這個聖龍中了一發隱藏 變成大冰塊以後,板氣梁直接跪了 大家來一波點再轉發收藏 我們下期期見 殺手 иш星人